我還去跟這個部門去申請買新的滑鼠 那時候還跟那個小姐姐就是 講了很久 她才對妳聽懂是什麼東西 她也跟我說鼠標就鼠標 講什麼滑鼠 我說 哈囉大家好 這邊是兩岸青年說 今天我來說 我是主持人番茄 這是我們特別邀請來的潮善的小姐姐小莉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莉 說到這個用詞啊 我們今天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岸用詞不一樣 插牌 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台灣的插牌叫延長線 延長線 對又不是可以延長嗎 從牆壁延長過來不就叫延長線嗎 好吧 來的時候不是會用這個充電寶嗎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充電寶是什麼 你們那邊不叫廚名嗎 我們叫移動電源 就是可以移動的電源嘛 很好笑哦 然後有一次呢我同事就跟我說 欸你不是借我幾張紙嗎 然後我就真的很認真的 從我的桌上 邊那個櫃子裡面 抽了幾張那個紙 對不對 你會拿出這個對不對 對 然後所以我同事的表情就是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說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你不是跟我說幾張紙嗎 剛剛一般呢就是我一定要借 講這個衛生紙的話 都會直接講衛生紙 或是真的會講紙巾 但是不會講紙 不然你們紙會講什麼 我們的紙是這個 那不然你今天要跟人家借紙 你會怎麼說 一般會問你有沒有寫字的紙 寫字的紙 對 還要這樣講嗎 就有一次也是聽這個 私人聊天聊他喜歡的明星 他們就在說啊他對我這個明星 就是特別感冒 他說特別喜歡 然後另外一個同事又說 我不怎麼感冒這個明星 我就聽完的時候 我想說 這聽著好奇怪哦 就是一個說喜歡 另外一個說搖搖頭說 他不怎麼感冒 那其實在台灣感冒就是 討厭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遇到台灣人 他不怎麼感冒你 代表他不怎麼討厭你 在我們這邊就是 我不怎麼喜歡你 感冒有一種 生病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覺得感冒 就是很討厭的感覺 就會覺得感冒就是討厭 然後我還去跟這個 部門就申請說 我要買新的滑鼠 部門的小姐姐 她就一直聽不懂 然後我就跟她雞同鴨講了很久 你知道滑鼠是什麼嗎 不知道 滑鼠 滑來滑去的老鼠嗎 就不覺得很有意象嗎 就是大陸稱為鼠標 你看他不是滑來滑去的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跟那個小姐姐就是 講了很久 他才終於聽懂是什麼東西 他還跟我說鼠標就鼠標 叫什麼滑鼠 我說 那我怎麼知道叫鼠標啊 坐車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邊都特別喜歡叫 師傅師傅 什麼都會稱師傅 人呢就是幫我叫車 因為那時候我手機還不能叫車 那時候剛來的時候很多APP還不能用 因為要辦電話卡嘛 辦影響卡那些還沒有辦 他們就幫我叫車 那他還跟我說呢 你就上車的時候呢 再跟師傅講清楚在哪 然後走哪一條路 這很疑惑的 聽了老半天之後 我都不知道他講師傅是誰 我之後我就問他說 哪個師傅有電話嗎 他就說就是那個開車的師傅啊 我就說那不就是司機嗎 就開車司機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沒有我們都叫師傅 不叫司機 然後像我們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用詞啊 台灣叫計程車 我們都說要叫計程車 一開始講計程車的時候 大家這邊也聽不懂 他們說這邊叫出租車 因為計算里程嘛 就付多少錢嘛 就叫計程車 我說出租車 你又不是跟他租車 為什麼要叫出租車 就還蠻好笑話的 確實 像我們講 你如果講煮水的 家裡煮水那個 你會叫什麼 燒水壺 我們都叫熱水壺 熱水壺 在我們這邊是那個 最上面有個蓋 然後把那個燒好的水 倒到裡面去 那個叫熱水壺 我們台灣叫保溫杯 喔 保溫杯 我們是那種小小可以隨身帶出門的那種 這反正就會鬧過很多笑話 因為其實那時候剛來 然後超多用詞 就很大的差異 然後所以就是大家就真的是摸索 然後真的是常常給錯東西 今天這期的節目啊 其實是跟很多的 不管是大陸朋友還是台灣朋友 就分享說 你未來如果碰到一些剛來的台灣朋友 他講的一些用詞呢 確實跟這邊有不太一樣 那你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說 他講的這個用詞是什麼意思 也可以 如果有看到這些這個節目的朋友 台灣朋友呢 也可以知道說你以後來大陸呢 你要知道這些用詞的差別 這樣你一來呢 大家就會說你是老司機 好像來這邊很熟悉 就是都知道這邊的用詞 大家就不會知道你是剛來的 是 今天這一期節目呢 就分享到這邊 下次有機會呢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兩岸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期的兩岸新年說 我們下期見 掰掰